刚才齐福提到的一个 味道要是对的 不像老师讲的 我拖拖累是完全赞同的 因为这样 所以你看 我们才会一直持续到现在 是良师也是义友 刚才讲的 我们是一群不张扬 有个性 有思想的一个群体 那我们这个群体 才创造更多的价值 对吧 那这个价值 它是一个群体来去推动的 你看比如像我 我是18班的 12年前的入学 到现在依然跟老师 跟学校还受紧密的联系 你看这个 又校友做面试官 我觉得初心多大 没有别的 所以你会在面试的过程当中 就已经见到了学姐 味道就是这样的 老师的味道很这样的 同学的味道是这样的 同时也因为 我在这个行业里很多年 数字文化行业很多年 学校老师 傅强老师对我是比较了解 他认为我是可以有更多的 来跟大家分享 所以我从去年开始 傅强老师也邀请我 回来跟学弟们 就是近期有些课程的分享 那我就从文创视角 下一个商业超级 已经是王老师了 现在已经是王教授了 感谢老师 我觉得对于学姐来分享 就是我觉得我们是一群 如果一定要给他强加一个 你希望之后有什么不一样 我觉得除了刚才傅强老师 讲的这样的一群群体之外 我们应该还是一群 尽可战 退可论的 这样的有价值的一个群体